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该清早的你干嘛呀 我们 我们什么我们 昨天晚上我们发生了什么吗 如果有发生什么 你要怎么办 所以我们真的 没想到苏队长酒瓶这么差 让你睡在沙发上 你一头晕在床上怎么也着心 行行行 会负责 你要怎么负责 是你 不至于吧 怎么这么过半啊 我是认真的 我来跟你解释一下 昨天什么都没有发生 没发生 嗯 那你跟我解释这么多干什么 职业病科普一下而已了 不 可是我们躺在一张床上 我们为什么会躺在一张床上呢 我家就一张床 你不睡床上 睡地上吗 我就记得我把你给拉出去了 嗯 然后其他的我都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记不起来就慢慢想 你真够可以的 啊 你准备在我床上躺多久啊 我不知道你衣服该没单 裤子还是拿出去洗一下吧 请我今天有浴袍 我的浴袍合身吗 你觉得呢 嗯 我觉得还不错 睡好了吗 你觉得呢 害得我搬一洗衣服 真的想不起来了 好 那我就来帮你回忆回忆 昨天呢 你先是喝醉了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了 一把把我拉起来 从包厢拉到了夜店的走廊 然后就鼻咚我 鼻咚 对不起 所以真的什么都没发生了 不然呢 你还记得有发生什么呀 既然昨天晚上麻烦你这么多事 今天这个早餐也算是我 跟你道歉了 这你就想将功不过了 那你想怎么样 干洗费 加上你在我这儿住了一晚上的住宿费 折合成我店里节日活动的大礼包 发到你手机上 买货底债是我对你最大的仁慈 你也不想想我为什么会喝醉 还不是为了保护你吗 你怎么知道我应付不来啊 我不想让别人占你便宜 我不需要你保护 你赶紧收拾一下回去吧 我还要去电你 又怎么了 那你总得给我拿一件能出门的衣服吧 你开玩笑吧 这个 你不喜欢粉色了 刚刚洗手间里面还有这一件 你不是选了这件粉色的吗 有吗 有啊 反正这个我肯定不穿 啊